模擬中心的模擬器 這個是模擬中心嗎 模擬的模擬器 那這樣子我現在跟大家報告說 我先做微信照一下 我是目前是規劃組的經理 我叫楊天真 剛剛那位經理很一道就是說 我們運轉年有一些 是目前油廠的運轉執照 我就是其中一個 我是其中之一的 我以前是在核耀廠 我大概是十七年期間 那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製作模擬器的功能是什麼 它是作為 我們心境人員拿到運轉執照 必須要訓練的一個場所 模擬器的訓練場所 以及 這位運轉年拿到執照之後 是不是永遠有效 不是 他定期要回到模擬器來做訓練 一個 這個運轉年拿到執照之後 他一年期間 還要一百二十小時的訓練 其中 有十四小時是課堂訓練 有三十小時要接受我們模擬器訓練 每一年裡面 所以模擬器裡面 有關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場的執照人員 回照之一 因為再訓練 每個十五天一個循環 十五天一個循環 就要訓練一次 訓練一次 三天兩次 一次三天到兩天不整 反正一年裡面 就要超過一百二十小時 實務上來看 我們都會超過一百六小時以上 這是一個運轉年 他在拿到執照之後 比較回到模擬器來做 再訓練一個機制 那 這些運轉年 他的取照過程 剛剛有大概提到過 他從他的養成 到達訓練 到達拿考照來實習 到達 振照期間 前後 要超過三個時間 他總訓練時 一定要超過一千小時 所以他非常辛苦 我們規定 我們這個 為什麼嚴格 什麼叫嚴格 我們在訓練期間 都要求他們住在這裡 我們在禮拜一考試 就相對 就像禮拜六禮拜天 不能回家 也要待到這裡再考試 再訓練 我們密集 集中在密集的訓練 所以對於這個訓練的方式 我們是非常嚴格 而且之後 還要通過延任會 他的考試 核可測 他要來核准 他這項執照 那我跟各位貴賓 各位委員 來報告一下 目前前面的 我們一班 有一個直辦公司 直辦經理 一個直辦主任 前面這位就是直辦主任 到前排那兩個 就是一個運轉年操作員 剛剛就是環境軍操作員 以及古機設備操作員 這兩位 兩位的時候 那我們訓練期間 為了達到他的效果 以及他的一個 能夠我們達到他的訓練的目的 我們除了操作班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觀摩觀察組 觀察組就是說 觀察到 你這些人目前操作人員的操作過程中 有什麼缺點有什麼缺失 結束或是過程中 我們做一個暫停以後 做一個討論 他可以把一件提出來 所以他給了我們可以交換 也就是說操作組會變成 觀察組 觀察組變操作組 兩個是對照的 所以這個過程是在目前 控制室裡面是沒辦法達到的 我們就用這樣的訓練 跟控制室有差異性 事實上整個 這裡磨擬器的所有操作功能 跟主控制室是完全一樣的 雖然它是模擬設備 它操作功能是一致的 所以它才能夠不會有落差 在操作後 現在控制室不會有落差 我們希望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就有所謂的觀察組 跟操作組之間 來做互相交替應用的一個訓練機制 這模擬器裡面 我們在模擬器裡頭 會擬領一些它的劇本 其實我們會假設 它的操作是有很多的狀況 有某些事故的狀況 操作員去做操作 以及它的反應 它的各種參數是能夠外出 看到這些偵測 看到這些參數 有反應的證明 所以說操個擬領 一套的劇本 有很多套 到二十幾套劇本 可以召集來運作 譬如說 你複雜之後有相關的訓練 我們教育一下 我們模擬器裡面 這樣訓練我們的運轉員 今天他們現在所做的 什麼樣的問題 你告訴我 台風來臨 模擬一個台風來臨的時候 我們運轉員要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反應 這個是我們整個過程 我會擬定一個劇本 接著 台風以後 可能大將就這裡來 可能造成我們的冷凝氣 是低真空的 真空惡化了 到最後會造成電場可能會停機 跳機之類的 讓運轉員去得到 這方面的訓練成效 那我想 各位 我想這一陣子跟大家報告 有關這個模擬器跟現場之間的差異性 事實上功能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這是專門在訓練的一個用途 那我想我簡單跟大家報告 各位貴賓有什麼問題 這邊也有 一樣的距離 這裡距離比較近 我們說跟那邊 跟剛剛比說 這裡距離比較近 就在旁邊而已 我們這訓練的模擬 必須要跟現場一次 這個就在旁邊而已 OK 那各位貴賓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到下一站 就是那個 我們故事往外走 各位貴賓往外走 謝謝 謝謝 謝謝